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鬧出拿兒子當人頭 開公司的爭議 引發各界關注 儘管雙方接不承認 人頭公司的說法 聯合醫院今天中午 還是會約談陳佩琪 來看一段稍早畫面 好 可以看到就連檢舉人 也是一同到場 而回顧事件的經過 陳佩琪日前自爆 因為公務員身份無法兼職 所以計畫退休後 開設的小草咖啡廳 只能先用兒子名義設立公司 被質疑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隨後才改口 說是兒子自行開戶 院方今天要求他到場說明 如果有違法兼職情勢 將以相關規定來辦理